我做自媒体认识很多人 每天要分析很多视频和频道 每个人的成功都是独特的 别人无法复制 但这些成功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我今天只讲其中一点 就是自己一个人单干开始 在分析别人成功的因素时 很多人会立刻发现一个原因 就是别人有团队有投资 陷入这种思维误区的人 往往都是不行动的高手 他们往往能够深刻精准的 发现别人成功的外部因素 然后立即断言自己不适合做这个项目 因为自己没有团队 很显然没有人会否认 其实每个人都是从零开始 从一个人开始的 在有团队之前 一定都经历了艰苦的学习和成长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掌握了技能 展示了潜力 赢得了信任 只有这样才会有人有钱对你感兴趣 才会有团队的可能 从没有团队到有团队 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很多人抱怨自己无法开始 是因为自己没有团队 所以录像制作运营全都要自己从头学起 非常困难 的确如此 本该如此 任何人都必须经历这个阶段 只有那些勤奋坚持的人 才有可能做出足够的成绩 让别人看见价值 才有组建团队的可能 团队是结果 不是原因 我必须强调 尽管有一些自媒体大咖是团队操作 但也有很多大号 至今都是一个人 其实从零开始 一个人单干 是做任何项目的必由之入 只有认清这一点 你才能彻底抛弃偏见和借口 细想一下 其实你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团队 是一个人的团队 等你慢慢成长强大以后 才开始加人而已 才去雇人找素材 写脚本 拍视频 做后期 所以不要再用没有团队 作为自己不开始 不成功的借口了 你就是团队 开始干吧